她原本不属于这里 她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 为了一个承诺 她将自己连根拔起 漂泊至此 往后的日子 她见识过温暖赤诚的心 也见识过冰冷无情的血 最终 她徒劳无惑 但许多人的牵挂和眼泪 都流在了她身上 这是于华最新长篇小说 《文成》中的一段原文 说起于华 你可能并不陌生 于华生于1960年 是当代著名作家 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 被看作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的 经典巅峰之作 这些作品被翻译成 40多种语言 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于华的作品不仅在国内获得了 像《矛盾文学奖》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作家出版社超级畅销奖》等重要奖项 1998年 《活着!》还获得了 意大利文学的最高奖 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2004年 于华又被授予了 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该勋章用于表彰 全世界在艺术或文学领域 享受盛誉的创作者 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 中国作家王安逸、莫延 也曾获得过该勋章 于华的小说创作 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的作品 主要是所谓的先锋前卫小说 比如《四月三日事件》 1986年 《在细语中呼喊》等 这些小说通常充满夸张 变形的荒诞和残酷的意味 而从《活着》开始 于华的小说开始进入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回归到现实 自此 于华的小说虽然在继续描写人生的残酷无常 但却逐渐变得温暖 充满悲悯的元素 这一阶段的作品 除了《活着》和《许三观卖写记》以外 还有《兄弟》和《第七天》等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文成》 出版于2021年 是于华继2013年《兄弟》出版之后 时隔八年的回归之作 这部长篇小说一上市就引起了热议 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将其视为于华重返巅峰之作 有人称该部作品略显平庸 并未超越其以活着为代表的 其他长篇作品 甚至还有读者嘲讽 就这老气横秋中年风 暂且不论这些评论是否合理 在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的当下 这种纯文学的作品 能引起各个层次的读者评论 这些现象本身就表明了 于华在当代读者心目中的 分量以及大家对他作品的期待 文成出版后 于华在一次采访里说 虽然我写的不多 至今出版的长篇只有六部 但是我没有重复自己的写作 我写下的每一部长篇小说 都有自己新的思考和尝试 文成也不例外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小说文成 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本书分为正片和补片两个部分 正片大约占了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 讲述了男主人公林祥福传奇的一生 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 故事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西镇有一个人 他的财产在万亩荡 那是一千多亩肥沃的土地 西镇通往在审殿的陆路和水路上 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叫林祥福的人 他们都说他是一个大富户 可是有关他的身世来历却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记得林祥福第一次出现在西镇的时候 是在一场龙卷风之后 他风尘仆仆 怀里抱着尚在墙堡中的女儿 脸上没有经历灾难之后的颓丧 反而有一丝欣喜 只逢人便问 这里是文城吗 林祥福来自离西镇千里之外的黄河北边 他出生在当地一户富裕人家 不幸的是 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 林祥福十九岁时 母亲也离开了他 父母给他留下了四百多亩田地和有六间房的宅院 还有二十几根大小金条藏在林祥福卧室墙壁的夹层里 此外还有五个姓田的长工 他们自小便在林家做活十分忠心 林祥福不是个顽固子弟 父母去世后 他一个人撑起了家里偌大的产业 每天清晨和管家田大以及其他四个长工一起走上田梗 去查看田地里庄稼的掌势 与地里劳作的殿农们聊天说话 有时候他会卷起库管到地里与殿农一起劳作 林祥福就这样独自一人生活了五年 期间也有几次说没相亲的经历 但都没有遇到合适的 秋日的一天 林祥福的宅院前来了一对年轻男女 他们语速飞快地用家乡话交谈时 林祥福一句也没听明白 他们对林祥福说 他们是一对兄妹 男的叫阿强 女的叫小美 阿强说 他们来自一个叫文城的江南小镇 要去京城 投奔在公王府当差的姨父 路过此处 想要留下来歇歇脚 沉寂的房子有了说话声 林祥福感到很愉快 可是第二天一早 小美却意外病倒了 阿强对林祥福说 她只能一个人上路了 问林祥福能否暂时收留她妹妹 等到京城找到姨父之后 再回来接小美 林祥福同意了 小美病好以后 每日里为林祥福做饭 洗衣操持家务 手脚勤快 闲暇时还学会了织布 听到母亲去世后 沉寂多年的织布机 在小美的手里响了起来 林祥福心里就会涌起一阵暖意 时光流逝 小美也从阿强刚离去时的 眼神迷离 逐渐变得开朗爱笑 眼睛闪闪发亮 一个冬日的夜晚 下起了冰雹 硕大的冰雹砸穿了屋顶 小美惊叫着钻进了林祥福的被窝 此后两人捅破了那层窗户 有了夫妻之时 很快 林祥福跟小美按照当地的风俗 举行了婚礼 新婚之夜 林祥福移开了卧室墙上的一块砖 把装有大小二十几根金条 和房器地气的木盒 指给小美看 婚后不久的一天 小美对林祥福说 她想要去庙里烧香 为阿强祈福 临走前 还给林祥福预备了足有半个月的食物 和新的旧的好几套衣物 并且把屋里屋外安排得整整齐齐 但是 小美这一走却没有回来 林祥福发现 她还同时带走了家里一小半的金条 几个月以来 林祥福都处在一种 又愤怒又悲伤又失望的情绪中 只能靠学习精进的父亲 传给她的木工手艺 排遣时光 直到有一天 林祥福回到家 发现小美竟然回来了 并且还怀上了她的孩子 小美流着眼泪给林祥福下跪 却对金条的事 坚口不严 因为孩子的存在 林祥福很快原谅了小美 并且对她说 如果你再次不辞而别 我会抱着孩子去找你 就是走遍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你 林祥福和小美的孩子出生了 是个女孩 出了月子 小美再次出走 这一次 林祥福决定把田地托付给田家兄弟 把墙壁阁层里的金条和房屋地契 全部换成银票 抱起女儿 跨过黄河 向南踏上了寻妻之路 于是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林祥福到了西镇 刚好遇上一场百年不遇的龙卷风 她差点在龙卷风中失去她的女儿 幸运的是 最终女儿找回来了 怀着劫后余生的欣喜 她逢人便问 这里是文城吗 人们告诉她 这里是西镇 不是文城 文城本就是阿强杜撰出来的一个名字 但林祥福觉得 那里人说话的口音最像小美和阿强 便在那里停了下来 这一停就是十年 于华写道 岁月的流逝悄无声息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十年里 林祥福没有停止对小美的寻找 她在西镇扎下根来 由此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她先是在镇上开办了木器社 因为手艺出众 逐渐有了名气和自己的产业 在附近的万亩荡 逐渐拥有了一千多亩的田地 与此同时 她开始和西镇的人民 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和她关系最好的 是同样从北方迁居来的陈永良夫妇 以及西镇商会会长 顾一鸣 陈永良夫妇 是林祥福的合作伙伴和家人 林祥福出到西镇时 是陈永良夫妇在冰天雪地里 给了父女俩一个温暖的家 林祥福和陈永良一起开办木器社 生意上不分彼此 生活上也互相帮忙 陈永良的老婆李美莲 有几次张罗着 要帮林祥福找个合适人家的女人 为孩子找个妈 林祥福不以为然 笑着白手说 你就是孩子的妈 此后的许多年 林祥福一直没有再娶妻 只跟镇上的一个丝窝子 也就是非官方的妓女翠平 保持着非肉体的异性知己的关系 由于故事的时代背景 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 清王朝覆灭之后 战乱不止 匪祸泛滥 流窜在万亩当的土匪 绑走了林祥福的女儿 十二岁的林百佳 李美莲让自己十四岁的大儿子 陈耀武去土匪窝 把林百佳踢回来 后来陈耀武被土匪割去了一只耳朵 林百佳出于感激和崇拜 和陈耀武之间发生了微妙的情感 这一切被陈永良夫妇知道了 为了不影响林百佳 和与林百佳定亲的顾家的名声 他们决定搬去万亩当的另一个村庄 齐家村 这是后话 西镇商会会长顾一民 是林祥福的另一个挚友 顾一民德高望重 是西镇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每次镇上有大事 人们都会找这位顾会长决断 顾会长有勇有谋 为西镇的人民办了不少好事 比如组织龙卷风以后的灾后重建 以及组建西镇的民兵团等 北洋军的一支军队路过西镇的时候 为了防止西镇被士兵洗劫 顾会长带领西镇人民挂被动为主动 包下城里大小酒馆 饭店 妓院和各类娱乐场所 大大的犒劳了一番北洋军 还让城里所有的裁缝和家庭主妇们 为士兵赶制东一 这才让西镇免遭北洋军的摧残 在多年的接触中 顾一民也逐渐成为林祥福的挚友 两人还有意结成儿女亲家 林百家被绑架的那天 正是他和顾一民的儿子顾同年的定亲典礼 绑架人质获取赎金的土匪 只能算小打小闹 有一个外号叫张一甫的土匪 才是真正的混世阎王 他擅长用斧头砍人 刚出道时 抢劫来往的货船 能一连披下五个船员的肩膀 鲜血染红了万亩荡的水面 张一甫出名之后 万亩荡就没有了货船 附近的富户也纷纷牵走了 穷凶极恶的张一甫 垂涎西镇的富数 与率部攻打 西镇的武装力量 就是顾一民组建的民兵团 民兵团主要由曾经被土匪绑架 并割掉一只耳朵的十八个平民组成 这些临时集结的平民 死守城门 跟土匪展开了一场十分壮烈的搏杀 最后全部牺牲 他们的牺牲刺激了西镇的男人 上千的男人们涌向城门和城墙 要跟土匪决意死战 最终土匪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时隔一年张一甫又集结起几十人的队伍 但是他们缺少枪支 当时枪支资源 主要掌握在驻守省城的官军手中 各个镇自建的民兵团 可以以商会的名义向官军购买 但是土匪要是想要枪 就只能靠抢 张一甫于是打起了民兵团的组建者 顾一民的主意 他们用轨迹绑架了顾一民 对他严刑拷打 逼他签下血书 要求西镇民兵团 交出所有枪支 来赎回他的一条性命 血书送到西镇时 西镇乱作一团 西镇有身份的人聚在一起 想出了一个购买枪支赎回顾一民的方案 但是得有一个有分量的人物 去给残暴的土匪送去这些枪支 林祥福挺身而出 那晚他找到翠平托付了后世 如果他没活着回来 让翠平给北方的家里寄信 让田大他们带着他的遗体 夜落归根 到了土匪窝 张一甫叫嚣说 顾一民已经被他们撕票了 这激怒了林祥福 他一把夺下一个土匪楼楼的尖刀 刺向张一甫 最后因为寡不敌众 被张一甫残忍杀害 张一甫左手揪住林祥福的头发 右手的尖刀往林祥福的左耳根处戳了进去 又使劲拧了一圈 林祥福的鲜血喷涌而出 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着 浑身被捆绑 仿佛矗立的山崖的姿态 尖刀还插在左耳根那里 林祥福以这样壮烈的姿态 结束了他的一生 他并不知道 此时陈永良和齐家村的村民已经救出了顾一民 张一甫发现后 勃然大怒 对齐家村展开了残忍的大屠杀 除了当日外出不在家的 齐家村剩余两百多村民全部罹难 陈永良集结了万亩当 想要找土匪报仇的各村村民 在一个叫汪庄的地方与张一甫展开了决战 最终张一甫大败 陈永良把一把尖刀从张一甫的左耳根插进去 就像他曾经对林祥福做的那样 结果了他罪恶的性命 在顾一民的目送下 田家五兄弟用一辆板车 把装有林祥福的棺果拉出西镇的南门 一路往北 带着他们的少爷回到了他们黄河边上的家 文成正片的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接下来还有补片 补片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小美的故事 小美原名纪小美 十岁上成了西镇做支补生意的沈家的同样媳 十六岁和丈夫沈阿强正式完婚 因为有一次拿婆家的一贯铜钱 补贴了娘家的弟弟被婆婆休憩 几个月后 丈夫沈阿强偷了家里的一半银元 去小美的娘家带上小美私奔 两人在上海过了一段逍遥的时光 盘战捉襟见肘之后 他们决定北上去投奔一个 可能在公王府当差的姨父 但是阿强和小美 谁也没见过这位姨父 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在公王府 两人的心里都很清楚 找到这位姨父的希望很渺茫 在黄河边上 当看到林祥福家的富裕之后 阿强动了心思 她先是支支吾吾地跟小美说盘缠不够了 又说这是一个富户 小美会议 纸面无表情地说 你在哪里等我 之后就有了开头的故事 最终小美两次出走 第一次带走了林祥福一半的家产 第二次为她留下了一个女儿 阿强捏造出来的文城 自然就是他们的故乡西镇 林祥福到达西镇之前 阿强和小美 已经先她一步回到了故乡 婆婆和公公已经先后去世 她俩勉强维持着织补店的生意 夜深人静时 小美会偷偷地缝制婴儿的衣服和鞋帽 缝着缝着就泪流满面 有一次还哭昏绝过去 醒来时又装作一切如常 她时常梦见林祥福和女儿 梦见他们离她而去 总是从睡梦中七处哭醒 当家里的女佣告诉他们 有个陌生的北方男人 怀抱着一个女婴来到西镇的时候 阿强的眼里满是慌张 而小美的眼里都是泪光 他们好几天闭门不出 最后决定离开西镇 避开林祥福 后来听说林祥福已经离开了西镇 他们才放下心来 原来林祥福第一次到西镇时 听说这个地方不是文城 没多久就离开了 后来越往南走 发现人们的口音越来越不像阿强和小美 才又返回西镇 这次返回时 西镇正在经历一场历时18天的大雪灾 西镇的城隍阁前积雪齐息 但依然跪满了祭拜的人们 人们希望通过祭拜苍天的形式 让这场大雪赶紧停下来 当祭拜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 小美和阿强也加入了祭拜的队伍 外面寒冷刺骨 阿强几次要求回家 小美都无动于衷 她祈求完苍天之后 又开始祈求林祥福 林祥福怀抱女儿 千里迢迢地寻找而来 让她心痛不已 又充满负罪之感 她在心里对林祥福说 这一世我为你生个女儿 来世我还要为你生五个儿子 来世我若是不配做你的女人 我就为你做牛做马 你若是种地 我做牛为你拉梨 你若是做车夫 我做马拉车 你扬边抽我 最后的时刻 寒冷完全清洗了他们的身体 小美似乎看见林祥福了 她看见林祥福就站在她跟前 对她说回家去 她似乎看见女儿张开嘴 对她嘻嘻笑 小美泪流而出 这两行眼泪是她身体最后的热量 而那天林祥福正要去往陈永良的家里 他们十几年的友情即将开始 在路过城隍阁的时候 林祥福看见了一片悲惨的景象 很多跪在地上拜祭苍天的人 冻将死去了 他们跪在那里 无声无息一动不动 白雪包裹了他们屈膝而跪的身体 犹如密密麻麻的墓碑 林祥福望着最后一具 无人认领的遗体 在冰雪凹凸的空地上离去 两个城隍阁的道士抬着她 一个抬着她的双腿 一个抬着她的肩膀 她的头垂落在旁 正是小美 飞扬的雪花下 林祥福没有看见远处 小美低垂的脸 女儿突然提哭起来 催促她脉动步伐 继续往前 在顾一鸣的安排下 小美和阿强 被埋葬在西镇的西山坡上 林祥福在西镇停留的十多年间 她不止一次地登上西山 眺望万木荡的广阔田地 但是从没有发现过 小美和阿强的墓碑 直到十七年后 田家兄弟运送她的棺果回家 途中本来要经过汪庄 但此时 陈永良和张一甫正在汪庄决战 枪声震天 为了避开这个村子 田家兄弟绕来绕去 最后绕到了西山 正好把林祥福的棺果 停放在了小美和阿强的墓边 小美的名字在左边 林祥福的棺果 紧紧依靠着她 文成中 这种正片加补片的结构设置 别出心裁 看正片 那不过是一个传奇故事 有了补片 就回到了现实的苦难 不免让人 凯探命运的无偿 于华说 苦难就是人生的常态 就像夏日里随时 就会落下来的一场暴风雨 让人猝不及防 对于人类苦难和残酷命运的 充分展示 是于华作品的一贯风格 文成的故事中 延续了这种风格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 于华文成中的苦难描写 集中体现在林祥福和小美 这一对男女主人公的爱而不得上 虽然他们的情感纠葛起因 不过是阿强和小美临时起义的一场骗局 但林祥福和小美之间 却不能说完全没有真挚的爱情 林祥福曾四处相亲未过 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五年 当娇嫩可爱 且温柔贤惠的小美突然闯入 她的生活立马变得生动起来 林祥福孤独的心中 便理所当然地住下了小美 所以才有小美第一次偷走了金条 出走返回时 林祥福尽管气得要死 还是不知怎么地就原谅了小美 并自我安慰说 她拿走的小黄鱼还是留下的多 还把小美的出走归罪于 是婚礼仪式没有让小美坐轿子 不吉利引发的 以至于重新补办了上轿仪式 她没有强迫小美发誓不再离开 却自己先发誓 要是小美再离开 一定抱着孩子天涯海角地去找 最后也因为这个承诺 才在小美生下女儿 第二次出走的时候 一路向南来到西镇 开启了一段传奇人生 而从小美的角度来说 她接二连三地欺骗林祥福 不过是不愿放弃那个 将她从尴尬无比的境遇中 救出来的丈夫阿强 和林祥福初见时 是为了她的财产 后来日渐相处 尤其是有一两年时间的 耳鬓思摩 这个淳朴善良的北方男人 也不知不觉地在她的心里扎下根来 所以情动之时 她才会不自觉地对林祥福说出 如果阿强回来了 我也许也不能跟她走了 真的临走时 小美站在炕前 借助月光仔细看着睡梦中的林祥福 不舍之意在心里涌起 涌起的还有负罪之感 她此生要告别这个男人 但是她此生不会忘记这个男人 也因为如此 她只拿走了林祥福一小半的尽条 而第二次离开时 则什么都没有带走 最后和阿强回到西镇 她依然会不自觉地牵挂 原本只是个冤大头的林祥福 而听说林祥福真的千里迢迢 带着女儿来寻她 小美的这种感情煎熬得越是严重 最后在城隍阁前祭拜的时候 冻将死去 也是一种夹杂着愧疚 懊悔 以及深刻爱情的献祭 林祥福千里寻妻 但她不知道她来到西镇的时候 小美已经死去 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尸体被拖走 却没有认出来 之后她留在西镇的十几年 心里还存着 有一天能等到小美的希望 她无数次来到西山 却从没有遇到小美的墓 最后 在遗体归乡的路上 却意外依靠在小美墓旁 两人只能以这样悲凉的方式 做最后的告别 可以说 林祥福和小美之间 既是一场百般寻觅 却不得再见的人生悲剧 又是一种深切无比的 爱而不得的悲剧 从群体上来说 文成中的苦难 集中表现为 薄灾 龙卷风 雪灾 以及匪祸在内的 一系列天灾人祸 薄灾发生在小美和林祥福 初遇不久的一个冬夜 这时候 一块形大如盆的雨薄 击穿屋顶 砸在小美身旁的地上 描写这场突如其来的薄灾 于华有两方面的意图 一是让惊慌无措的小美 尖叫着爬到林祥福的炕上 钻进了林祥福的被窝 从而开启两人关系的新阶段 第二 也正是这场薄灾 砸死了好些人 林祥福管家田大的父亲田东贵 就是在这次雨薄的袭击下 不幸去世的 借助对田东贵后世的安排 也初步表现林祥福的善良和慈悲 雨薄之后 就是林祥福出到西镇时候的 那场龙卷风 在那场让树木失去了树叶 屋顶失去了瓦片的龙卷风里 从一度以为失去女儿的绝望 又意外失而复得的喜悦 于华想要表达的是林祥福对女儿的满腔深情 接下来就是那场一连下了十八天的大雪 林祥福看到一百多个跪拜的人在城隍阁前冻江死去 而她并不知道 她跋山涉水 一心一意寻找的小美 此时正在这些人中间 和这些天灾相比 在本书中对人们造成更大苦难的 其实是人祸 首先是军阀混战 战乱连连 书中写到当时北洋军的一个旅 溃败后一路抢劫到西镇 顾一民带领西镇人民摆酒席坐东一 大大犒劳了一番 那个旅的旅长离开时 曾对顾一民说 实话相告 我不原想抢劫贵处 顾会长如此仁义 我们又怎能抢得下去 可以想见 如果不是主动落军 西镇人民早已遭受残暴的抢掠和践踏 然而 和书中描写的匪患相比 北洋军带来的困扰根本不值一提 早前活动在万亩荡一带的土匪 是绑架人票 勒索财物 在没有如期获得赎金的时候 就要砍下人质的一只耳朵作为警告 这些行径虽然残忍可恶 但比起后来出场的汉匪张一甫 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张一甫一出场 就显现出了 视生命如草芥的凶恶本性 一个船员举起木桨 试图将一个上船的打下去 最先跳上船来的张一甫冲过去 挥起立斧 劈下那个船员半个肩膀 那个船员没哼一声就死了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当张一甫得知 顾一民被人解救之后 血洗齐家村的情景 土匪如同牵出羔羊一样 一次拉出去二十个人 土匪挥舞长刀 砍下一个个老少人头 前一批村民被土匪杀得 如同砍瓜切菜 后一批村民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泪流满面 恐惧豪哭 哀鸣低气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在风中抖动 这些描写残忍杀戮情景的文字 集中呈现了人类生存的苦难 也让我们联想起于华此前的小说中相关书写 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 他在中篇小说《现实的一种》中 以家庭成员之间暴力残杀的方式展现生命苦难的描写 但是在文成中 于华并未止步于此 而是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描摹那些反抗苦难命运的人间情谊 首先男主人公林祥福就是情义的化身 首先是她对于感情特别的真挚专一 我们刚刚说过 林祥福在小美第一次偷金条离开后 虽然恼怒无比 也曾在深夜嚎啕大哭 但是等到已经有身孕的小美再度返回她身边的时候 林祥福却是以德抱怨 对小美百般呵护 在小美生下女儿再次不辞而别之后 又义无反顾地踏上慢慢寻妻之路 小美一旦在林祥福心里扎下根来 林祥福就不能再接受其他的女性 到了西镇 陈永良的老婆李美莲 让她再找个好人家女人 给孩子找个妈 她笑笑不以为然 她跟小小的林百家说 自己不会再娶妻娜妾了 你也不会有兄弟姐妹了 她往后的一切都是为了林百家 她也曾一度为了缓解生理冲动 找到了丝窝子 也就是暗昌翠平 但是却无法和翠平发生肉体关系 林祥福知道翠平的生活处境之后 多次资助她 最后两人成了异性之己 林祥福慷慨赴死前 还放心地将后事都托付给翠平 林祥福还是一个特别狭义 敢于担当的人 这集中表现在 未就故意民时的慷慨大意 和其他未缩不前的体面绅士相比 林祥福的挺身而出 的确称得上大意凛然 沉默笼罩了他们 过了一会儿 有人看着林祥福 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去看林祥福 林祥福知道他们的想法 也知道自己是当仁不让的人选 林祥福抬起头来 看见那些看着她的眼睛开始躲闪 她轻声说 过去 在决定前往的时候 她的心里也有过犹豫 但是正是这种人性层面的矛盾和挣扎 才让她最后的慷慨赴死的行为变得可信 也让人心生感动 不仅是主人公林祥福 文成中的其他人的情谊 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顾一鸣对陈永良的收留和帮助 背景离乡的陈永良 是直到两年前遇上顾一鸣 这才结束漂泊的生涯 在西镇住了下来 而陈永良也投桃报李 在顾一鸣被张一福绑架的时候 带着全家冒着生命危险 把顾一鸣救了出来 陈永良夫妇对林祥福的情谊 就更不用多说了 风尘仆仆的林祥福 也是因为陈永良夫妇的热情和真诚 才决定和女儿一起留在他们家 陈永良的老婆李美莲 把林百家当成自己的女儿 用自己的乳汁将林百家补育长大 土匪绑走林百家时 他让自己的大儿子陈耀武 去把林百家替回来 原因是你是男孩 受点折磨顶多疼一点 林百家要是被土匪糟蹋了 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得知林祥福死前的惨状 陈永良最后用同样的方式 手刃张一福帮林祥福报了仇 除了这些主要人物 书中对一些次要人物的情谊描写 也很出彩 比如外号和尚的土匪的天良未敏 和尚被迫加入了土匪 但是和丧尽天良的土匪张一福相比 和尚还保留着善良 在陈耀武被绑架的时候 他多方观照 在陈耀武被割掉耳朵之后 他把陈耀武安置在自己的家中 让自己的老母亲对他好生照料 再比如陈耀武和林百家 林百家感激陈耀武帮自己受难 所以等到陈耀武被割掉一只耳朵 回到西镇的时候 林百家才会对陈耀武表现出不离不弃 陈耀武回家后变得沉默寡言 总是坐在角落里 没有声息坐上很久 有一天 林百家走过去坐在了他的身旁 此后陈耀武独自坐在角落时 林百家也会一声不吭 坐上一整天 最后不能不说说女主人公小美 小美出场的时候 于华不止一次地描写 她的眼中有金子般的颜色 她想要强调的就是 小美内心的纯真和善良 从表面上看 小美欺骗了林降福 还偷走了她的财产 但小美这么做 是出于对曾经救她出苦海的 阿强的不离不弃 并且两人当时确实是遇到了 走投无路的生存困境 因此她的恶行 也不足以影响她本性的善良 正是因为心存善良 在林降福对她真诚相待时 她才会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当中 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才会毅然返回林降福的身边 第二次离开时 才会没有带走一点财产 小美内心也一直因为欺骗的行为 而充满负罪感 回到西镇 尤其是听说林降福抱着孩子 来寻找她的时候 小美内心的心酸和苦痛的感觉奔涌而出 以至于最后小美那多少带一点 自腔色彩的雪地祭拜而死的行为中 其实隐藏着她某种自我救赎的祈求 正是凭借文成这一众人物身上的美好情谊 才让文成中描摹的人类的苦难 和命运的无常显得不那么冷酷 反而常常有一些温暖触及心底 这些关于人类情谊的书写 在文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却是于华此前的作品中相对缺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文成可以说是于华的一次自我超越的尝试 于华在杂文《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中 说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期间 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 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 以色列建国后 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 人们问他 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 他说 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这个故事启发了于华 他写道 在暴行施虐之时 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 虽然有时候看上去是微弱的 实质却无比强大 从此 他开始通过文字去思考和发现人是什么 去发觉在无常的命运裹挟下 那些人性中微弱而强大的光芒 所以从活着开始 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余华 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 再到兄弟和第七天 其中最吸引人 最震撼人的地方 不是他的小说技法 甚至不是他讲述的故事 而正是敲击着每个读者心灵的人 人是什么 文成中在无常的命运下 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谊 应当是余华找到的新的答案